如果你问我是什么党籍 我宁可说我是万中选一党 万华中正的一时之选在这里 所以万中选一 现在的政党和选民在看五党籍 其实它也变成是一个党派的概念 但是对我而言 我是连五党籍这样的名字 都不愿意披挂在我的身上 所以如果你问我是什么党籍 我宁可说我是万中选一党 万华中正的一时之选在这里 所以万中选一 把国会还给人民 我希望不是还给政党 这个利益是要还给人民的 你中国还会继续主持艺能界的节目吗 我觉得选举应该是一个日常生活 只是台湾把它变得非常的畸形 所以我的工作还是不会停 各行各业都有跟我联络 各党各派也跟我联络 因为我有很多的朋友 如果是你心目中的那种传统的那种联络 跟那种桥我没有 2020年的时候担任新民党的总统的发言人 那当时候结束之后有说其实很后悔 也认为说政治这个水是很深的 那怎么现在又有这样子的转变 所以我才会说我经过长期的自我反复的扣问 那么我也很知道说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现在所想到的所有的攻击 搞不好都是将来我要遇到的千倍跟百倍 但是我的方向很清楚 我的方向很明白 我就是勇敢的朝我的方向一起走 每一个政党的理念 我认同的是他单一的议题 请不要把我包裹式的丢到一个人的身上 我重视的是他的议题 不是他的党 所以只要任何一个政党 他谈的是人民要的 我就会为他站台 我并不是要来跟政党为敌 而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各自阐述自己的理念 用理念说服别人 不是用颜色压迫别人 所以呢 当理念相同的时候 请问我有什么好分的 北方在那里 好不好 愿意跟我一起往北方走的 欢迎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